来 正好 昨天你有去球场看嘛 所以你怎么样去感受那个整个的比赛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来 我觉得昨天整个球场 我在现场看 虽然我们最后是落败 可是问题是坦白讲 整个现场没有人放弃 应援团在我们落后的时候 有讲一句话 我到现在我讲出来 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大家很感动 应援团他们那时候就说 因为其实落后低气压 现场其实观众会有点低气压 可是他说古巴队再抢 只是一个球队 可是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们全部人都站在台湾队的后面 那时候一讲完后 全场是真的 就是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的台湾队在打 打这一系列的球赛的时候 跟巴拿马 跟意大利 跟荷兰 到最后对古巴 真的是一个惊奇之旅 我跟大家讲 从一开始对巴拿马 5比12的时候 很多都觉得说完蛋了 因为在这场 我们的小组赛里面 巴拿马算相对好打的 后面对意大利 对荷兰 对古巴 一场比一场硬 所以那时候很多都觉得 真的完蛋了 可是问题是 没有人想到说 打完巴拿马之后 我们台湾队的惊奇 才刚开始 一开始对意大利的时候 你知道意大利 意大利26个人名单 球员名单里面 只有4个是意大利的 因为24个 全部是美国出身的 美国籍的意大利人 都是用兵 球员 好讲教练 教练团8个人 只有一个是意大利的 6个都是美国人 等于是外籍兵团 对那有个是台湾的 很有趣有个是台湾人 台湾人在意大利当教练 然后呢 他先发打去 9个人排出来 7个是大联盟经验 7个 所以意大利根本被讲说 叫做美国二队啊 而且打之前 意大利是真的强了 意大利是真的强 结果呢 我们既然在张育成 在第七局的时候 两分炮 那原本7比5落后台湾变7比7 最后一路领先变11比7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哇 今年的台湾对好像跟过去不一样 隔天遇到荷兰队 更难 荷兰队有多厉害 荷兰队所有先方打线加起来 大联盟总共打了645发全来打 1到9磅先发打线 大联盟总共打645轰哦 而且他1到5磅都是现役 稳定的大联盟选手 5 6磅是日止 6磅是日止 7 8 9也有大联盟经验 而且他的三磅的游几手 今年跟教师队签又签多少 11年2.75亿的薪水 哇 美金哦 哦美金哦 2.75亿美金哦 哇 所以荷兰这个打线是豪华中的豪华 对豪华增 结果呢 我们既然吴哲元 没有人想到 他是忠信兄弟的球员 原本在我们30人名单里面 吴哲元哦 是30加1 就是他是被一的 原本我们没有这个人哦 后来是因为有人受伤 他补上去 然后对荷兰先发4.1局 丢60颗球 一次安打4个三阵 010分 完全封锁大联盟645轰打线 真的很惊奇耶 而且吴哲元为什么 他可以 就是表现超乎预期 对不是 然后他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球数 球局数可以持那么长 球数用这么少 而且呢 又010分 升卡球 跟王健民学习过 所以他在台湾被称之为 是王健民的升卡球船尾 所以球打不好 尽量往低塞 然后的升卡 让他打滚地 结果呢 更惊奇的是 又是张玉成 张玉成第二局 满罐炮 4分 奠定胜机嘛 所以那个时候张玉成 就刚刚讲的 从二兵变国防部长了嘛 对 原本被戏称为是 那个国家队逃兵嘛 所以刚才说 你这样逃兵 你现在反显可以当二兵 你后来逃 升将军 然后后来对这个 中信 对那个荷兰队的时候 又后满罐炮 变国防部部长 所以我昨天去看张玉成到现场 你真的会感动就是台湾英雄张玉成 永远忠诚张玉成 因为永远忠诚是张玉成自己讲的嘛 所以最后在第九角说 虽然我们落后很多了 可是张玉成打那个二雷安打 让我们打分的时候 全场一起跟张玉成敬礼那个画面 因为现在变成他的标准嘛 就是张玉成敬礼永远忠诚 你真的会流眼泪 你真的会感动 你真的会在那一刻觉得 台湾在那个时候是团结的 没有什么蓝绿 没有什么政治 没有什么恩怨 也没有什么职棒不同的队 打目标一致 我们目标就是一致 而且就算我们落后 没有人离席 以前我们台湾队有时候打到就觉得不争气 好像在混 老师就有人先离席 可是昨天那场 没有一个人离席 打到最后一个打席的最后一颗球 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逆转 所以那个现场气氛 我觉得说这棒球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说他可以让台湾真的团结在一起 跟政治人物口中讲的那个团结台湾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是真的没有分你我的 所以真的很棒 我觉得台湾队这一次虽然没有进去 但是赛程的部分啦 是不是也许可以不要说 也许会我们的表现可以再好一点 我觉得怎么样对于球 我跟大家讲一些细节啦 因为晚接五哦 对于很多来说 比如说以卖票的人来说 当然晚接五好 为什么 因为礼拜日的中午票 一定比礼拜日晚上好卖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中南部的人嘛 如果是今天赛程是礼拜日 打到晚上10点 甚至打9点 9点10点 10点半 11点 那可能不愿意来看 可是中午是一定OK的 所以很多重大赛是礼拜日都喜欢排中午 可是这中午排在对中华队来说 晚接五 那压力就很大 为什么压力很大 因为 大家有概念哦 球员不是说我打到9点10点 我回去就睡觉 这是我们下班 普通上班族 下班回家很累 就睡觉 没有 他们球员回去要收操 甚至呢 还要去泡那个冰桶的水 让你肌肉能够收缩 然后可以缓和 那整套做完 你看打到9点半10点 你回去做完收操 然后泡完 已经12点一点了啦 你还要吃饭 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而且你打完高强度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比如去重训玩 或是做几点运动玩 你不可能睡得着 对 那会睡不着 因为在亢奋的状态 高亢了嘛 好 隔天中午12点的比赛 你最少最少提前两个小时要到场嘛 你10点就要到场嘛 你10点到场你几点要起来 所以那个球员大概睡不了几个钟头 睡不了几个钟头嘛 这才是被骂的原因 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排嘛 你就是大联盟这样 我也不赞成说 哦 因为我们是主场 所以我们就排给这个古巴晚街找 我们去搞他 我也不赞成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台湾办比赛 你根本不用担心票房 晚上一定台湾人也是去捧场的嘛 对不对 你让大家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大家在身心都是正常的状况下去对决 而且偏偏是什么 古巴休息一整天 对啊 人家好整以暇来 对 关键是 我们这个冰皮马棍累累 睡没几个钟头 对 古巴偏偏是礼拜天休息一整天 那哪有大联盟 大联盟是有大联盟 那难道我们没办法沟通吗 应该可以稍微再瞧一下嘛 对 之前在安排的时候就应该要 想到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是你自己创下是为了卖票嘛 但结果不管怎样 其实球迷是需要一个出口 对的确